共僚社区活动中心里 今天召开今年度的会员大会 来了上百位社区民众 彼此已经好久没有见到面 这次大家都走出家门 到活动中心来开会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社区的老人共餐 也在今日恢复 包括共僚区长钟耀磊 和施远林一齐都到场 和长者一起画家常 去年度的时候因为疫情 我们取消了共餐 现在目前稍缓的时候 赖廉池赖理事长也很认真 针对我们共餐的部分 我们再恢复来举办 我们共餐的一个活动 今天很谢谢赖理事长 针对共餐的一个部分 也辛苦我们去年度 一直协助共餐的一位志工 所以今天赖理事长 也准备了一个奖励金 发放给我们的辛苦的一个志工 这些长者都非常开心 大家都好久没有见面了 尤其在疫情期间 也感谢里长社区 还有一些志工们 对于一些疫情的防疫跟宣导 尽了非常大的心力 所以公所今天也特别 谢谢了这些志工 共寮社区发展协会的老人共餐 今年已经迈入第八年 因为有热心志工和善心人士 让共餐资源源源不绝 即使去年因为疫情停办 志工们还是每周五 送便当到长者家中 累积已送超过千个便当 今天恢复共餐模式 共寮区长中耀磊也特地勉励这些 无私奉献的志工 很感谢我们中央跟北市府 还有很多社会实战团体 还有个人 监住了很多经费跟物资 所以我们共餐基金还很充裕 物资也很充裕 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 共寮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就表示 去年因为疫情 实体共餐无法进行 但还是有一些孤老需要照顾 因此志工每个礼拜五 一样有送餐服务 至今也送出累计近千个便当 让关怀地方弱势的脚步不停歇 杰纯威 共寮采访报道